林肯在做总统时,曾经邀请蔡斯做他的内阁。 蔡斯这个人,狂妄自大,极度心强,两人时常会产生摩擦。 有媒体问林肯,任用这样的人不就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? 林肯却表示,蔡斯虽然让自己不舒服,但他有才华能胜任这份工作, 同时也会让自己产生危机感,时刻鞭策自己,让自己成为更优秀的人。 人这一生,会遇到很多你不喜欢的人,他甚至处处与你作对,让你感觉非常糟糕。 但世上没有平白无故的相遇,人生也没有白受的苦楚。 这些人总会交给你些什么,可能当时你并无感觉, 但当你回望来时的路,就会发现,生命中让你不舒服的人,其实都是来度你的。 一,哪些打击你的人,逼着你成长。 听过一句很现实的话,当你自甘堕落的时候,没有人拦你, 当你想要出人头地的时候,有些人就会冒出来,告诉你,这也不行,那也不行。 人性就是这样,见不得别人好。 当你想要做一件事时,就会有人看不惯你,无端地嘲讽你,挖苦你。 可也正是因为这些打压的话语,才能激发你的斗志,逼着你去成长。 就像冯唐说的,把黑你的人,骂你的人,损你的人,他们的这些负能量,当成你的动力, 看准地面,发足狂奔,用实力证明自己。 当你能把嘲讽化为能量,让自己不断向前,你就已经走在了成功的路上。 当刀狼入住抖音时,一个作品未发,三天就涨粉四百多万,令无数人直呼顶流。 前段时间,他的新歌《罗刹海》是横空出世,惊艳听众耳朵的同时,也意味着他打出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。 还记得他出第一张专辑时,歌曲红遍大街小巷,可同时也引发了业内人士的批评与贬低。 有人说他的词曲态俗不入主流,也有人说他太过草根,只是靠媒体炒作。 这些声音让他十分低沉,他也因此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和自卑之中。 一段时间后,他意识到自己状态不对,于是开始转变心态,把这些负面评价当成一种鞭策。 他重新投入到自己喜欢的音乐中,到各地去采风收集素材。 终于,十年磨好了这一剑,再次出现时,他靠作品轰动了整个乐坛,而他本人也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蜕变。 有句话说得很好,命运要你成长的时候,总会安排一些让你不顺心的人或是刺激你,这是规律。 人活于世,难免要遭受旁人的不理解,听到对自己不利的话语。 你若与之纠缠,只会让自己迷失在负能量的漩涡里。 真正高明的人,会把那些攻击当成对自我的激励,哪怕被贬低到尘埃里,也始终坚定地穿越风雨。 走到最后你会发现,这些给你设置障碍的人,最终都会成就你。 二,那些刁难你的人,教诲你宽容。 电报发明人莫尔斯,在成功之前,曾遭受过无数的冷眼。 因为实验所需,他把自己的钱耗尽了,不得不想办法凑钱。 当他去找学生菲尔接钱时,正好碰上了菲尔的父亲,菲尔先生。 菲尔先生本来就不看好他的实验,对他心生不满,刁难地说,想要把钱带走也可以,但你必须当着我儿子的面,承认自己是个骗子。 莫尔斯的脸色非常难看,但为了实验能够继续,他还是顺从了菲尔先生的要求。 没想到,菲尔先生把这件事当成谈资到处宣扬,还恶意抹黑莫尔斯。 于是,莫尔斯仅剩的信誉也被消耗殆尽。 绝望至极的莫尔斯,在感觉到自己没什么可失去后,反而变得十分平静,全身心投入到实验中。 神奇的是,实验获得了很大进展,他发明的莫尔斯电码更一举震惊了世人。 后来,莫尔斯用高于本金数倍的金额还清了那笔钱,并表达了自己的感谢。 菲尔先生对此很不解,问他,难道你不记恨我吗? 莫尔斯却笑了笑说,你虽然刁难了我,可也确实帮助了我。 与其怨恨你让我活在痛苦里,不如学着宽容,放过我自己。 莫尔斯的一番话令菲尔先生非常动容,两人握手言和,这件事也被传为了一段佳话。 鬼谷子说,真正高明之人,与恨你之来而不怒,当非常之棒而不变,遭变故之起而不惊。 事实上,人生的各种境遇都是我们学习的课堂。 被人冒犯时,反而是磨练心性的最佳时机。 受到压迫时,我们也将懂得宽恕和慈悲。 顺境中不曾学会的坚韧,逆境会帮我们补齐。 走到最后,那你会发现,那些曾经的挖苦,你早已云淡风轻。 取而代之的,是你更加强大的内在和更加平和的心灵。 当你能够和伤害和解,让仇恨清零,你未来的道路也将越走越宽阔。 三,那些欺骗你的人,提高你的智慧。 傅首尔曾说,你对人情世故的每一分通透,都是用失望换来的。 正如硬币总有两面,人性也有诚实与欺骗。 总有人会利用你的弱点给你射骗局, 一不小心,你就会进入到别人的圈套里。 但有些跟头栽了,未必是坏事,有些坑踩过了,总能学到点东西。 当你拨开了眼前的迷雾,从局中醒悟,你的智慧也将从此生发。 作家刘庸有次去外地办事,下了飞机要坐出租车回酒店。 路上,刘庸和司机相谈甚欢,行程结束后,司机坚持只收一百元钱。 刘庸一看打表盘,上面显示着一百八十, 他觉得司机为人仗义,硬是塞给他二百块就下车了。 过了几天,刘庸办完了事,从酒店打车到机场, 这次打表盘上却显示只要一百二十元。 刘庸这才回过门来,原来那个司机拉他绕了远路, 最后不好意思骗他才打算少收钱。 他一时间感觉自己错付了真心,还损失了金钱, 对此非常生气。 但后来,类似的事情经历得多了, 他也渐渐想明白了。 他不再高估人性,不再随便地付出真心, 头脑也变得越来越睿智。 为了让更多人免于受骗, 他把自己的心得写了出来, 出版了《我不是教你诈》系列书籍。 他在书中传递出这样一种观念, 当你看清人性的狡诈后, 就能在某一天吃亏时, 除了意识到是别人的不对, 还能反省,使自己诗人不明。 这个过程虽然难受, 却也是拥有智慧必经的路途。 卡奈基曾说, 笑着面对那些欺骗你的人, 他增长了你的智慧。 当你被人骗过一次之后, 你会变得加倍地小心, 会逼以前谨慎。 人生中苦痛不可避免, 被人忽悠, 遭人欺骗都是常有的事。 但事情发生后, 你也会对世界产生不一样的看法, 对生活产生不一样的思考。 把经历变成经验, 把上当当成上课, 好的坏的都是你独一无二的体验。 看懂了这一点, 你就明白人性也不过如此。 思维通透了, 你的智慧才能从伤口中长出, 帮助你度过以后的难关。 四, 那些辜负你的人, 让你懂得释怀。 人生在世, 谁都有放不下的人和事。 当你满怀欣喜地付出真心, 却被他人无情地践踏时, 你的心中难免生起一股不平。 王尔德说过, 一个人不能永远在胸中养着一条毒蛇, 不能夜夜起身, 在灵魂的园子里栽种荆棘。 对过往执念太深, 只会让自己心中的负担越来越重, 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。 原谅别人的背叛, 也是对自己的救赎, 放过别人, 才能让心灵得到真正的释怀。 真正的贼义书中, 家文和德克是最好的朋友。 家文工作认真, 性格善良, 大家都很喜欢他。 但德克却经常小偷小摸。 有一天, 德克趁家文不注意, 偷了他老板的宝石, 还把罪名栽赃给家文。 家文白口莫辩, 他失去了老板的信任, 也被大家认定是小偷, 以时间落入了重判亲历的境地。 他内心十分痛苦, 日日在煎熬中度过。 但为了不背负莫须有的罪名, 他开始在暗中调查真凶。 当他发现凶手就是德克时, 他愤怒极了, 质问好友为何要背叛自己。 但德克却毫无回忆, 既然实情败露, 也只是假惺惺地向家文忏悔, 请求他别拆穿自己。 一瞬间, 家文的心就凉透了。 他看清了对方的真面目, 不想继续在痛苦中蹉跎, 于是选择了放下。 后来, 德克把宝石还了回去, 家文也得到了证明, 只是昔日的好友却再也回不去了。 奇葩书中, 马东和蔡康永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。 马东说, 随着时间的流逝, 我们终究会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。 蔡康永说, 那不是原谅, 那是算了。 成年人的感情, 本就没有真正的对等可言。 也许你真心相待, 别人只觉得理所应当, 也许你付出所有, 别人却认为你一文不值。 如果总是活在被人伤害的阴影里, 就只是在不断地往自己心上捅刀子。 唯有该放的放, 该望的望, 让时间去逢补往昔的劣迹, 让自己成为治愈自己的良衣。 把旧的故事翻过去, 你才有经历书写新篇章, 懂得向前看, 你才能活得轻松而自在。 曾国藩说, 君子但尽人世, 不计天命, 而天命即在人世之中。 遇到那些对你不好的人, 你如何看待, 怎样选择, 其实就决定了你未来的命运。 伤害, 能摧毁一个人, 也能成就一个人。 疼痛, 能让你泣不成生, 也能让你坚不可摧。 把让你不舒服的人当成贵人, 在与之交锋的过程中, 你会变得越来越强大。 正如村上春书所说, 当你穿过了暴风雨, 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。 愿你能不畏惧任何困境, 从苦难中妒忌, 也愿你吞没的所有苦水, 都能化为自己的福气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,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, 你也不妨订阅, 分享, 即在下方留言,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